大家好,我是顾俊,今天这个视频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款的MacBook Pro应该怎么选 那我说的新款的MacBook Pro就指新出的这个14寸16寸的使用了全新处理器这个M1 Pro,M1 Max芯片的这个带有刘海的MacBook Pro,好吧 那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选了哪款,其实我真的纠结了超久超久的 昨天本来就应该预定的,但是一直纠结到今天,好吧 那同时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的用途跟我差不多,但是不太一样的话 选哪一款我个人觉得比较的合适,好吧 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用途啊,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我基本上电脑只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修照片,一个是剪视频 当然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用用浏览器,对不对 那那个就什么电脑都一样了,屏幕越大越好,对不对,你懂的 那基本上来说,我修的照片是索尼A1跟目前的加能EOS R5的照片 所以大概4000万到5000万左右 然后拍摄都是RAW,然后我很少做照片的这种堆一堆,叠一叠,Pixel shift之类的东西 好吧,我就单纯的一张一张一张的照片 那我的视频基本上都是拍的H265的8K或者4K的视频 那很少很少,我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用任何的H264的视频了 所以如果你的所有的视频都是H264的话 你需要自己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对于我来说,我使用的所有电脑都是M1芯片的电脑 所以我所有的视频拍摄的都是H265的,好吧 8K就是25帧,30帧的,然后4K有时候是25,有时候是100,120帧 那我所说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在我这台M1芯片的这个iMac,24寸的iMac16G内存 基本上都能非常流畅的运行,好吧 我基本上所有的,不管是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 在这上面都没有不流畅的 但是,好吧,新款的MacBook Pro显然是一个更高级,更强悍 更future proof的这么一台电脑 所以我还是会想升级一下我的东西 以防有时候,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需要更快的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或者是之后又升级了什么照片啊 视频的格式之后呢,好吧 future proof,好吧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的用途跟我差不多 如果你的照相机的像素还没有我的像素高 然后如果你视频拍摄的也不是一些怎么 什么16K,32K,128K,我也不知道,128K,好吧 的视频的话,其实M1芯片的电脑已经够了 除非,除非你后期要加6个LUT,然后7个转场 然后8个特效,那任何电脑都不够,好吧 那就,话就先说到这里 那如果你是会计的话,好吧 好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看这个视频,好吧 我对会计没有任何的恶意,我本身是学会计的,好吧 就是我后来会计没有学好,后来只能去拍照了 我依然希望,我依然希望我当时好好学习能做个会计 好,那我先说一下我选择的配置,好吧 真的是我纠结了一晚上,我到今天上午才真正敲定下来的 那老说我昨天晚上发了几个信息给我朋友 问他们到底应该选哪款 我每个朋友都跟我说,哈,这还要选啊 当然选最大最强的那个啊,好,好像暴露了我朋友的本质,好吧 但没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囊中羞涩的人来说 有时候就是你会纠结说,要不要这样,到底要不要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顶配,好吧 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原因是为什么 我纠结的点其实主要在14寸跟16寸之间 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这次14寸跟16寸能选择一模一样的配置 我这次读的是一模一样,好吧 不要再发弹幕说,这不是一模一样,这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好吧,就是一模一样的配置 那我纠结的点在于就是我到底是应该注重便携 还是注重更好的续航,更大屏幕,更强的分辨率 好吧,以及就是更大的电源适配器 因为14寸你最多只能选到97瓦的 然后16寸,140瓦的,就是如果你使用顶配的话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差别吧 我不懂这个,但是我觉得啊 就在我的日常使用当中,我是觉得我的iMac 虽然跟这个MacBook Pro试用的同样的芯片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我的iMac速度好像比我MacBook Pro要快一些 好吧,但我不懂这个 我所有的这个都是从我工作的经验出发的 我对电脑没有任何的知识,好吧 那我选择的是顶配,然后选16寸 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放弃了一些便携以后 我更看重它性能以及续航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情况 我不会在外面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 但如果我需要在外面做高强度工作 一般都是Same Day Editor这种样子 就是同天剪辑什么的 就需要比较好的续航 然后需要比较好的就是性能 然后就是,对啊 所以我觉得14寸我可能也不会带出去使用 如果我带出去使用的是一些文案的话 我可能就用这个13寸的MacBook Pro就好了 好吧,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我的这个配置 然后顶配的这个16寸的 然后下面这个内存 我从32G升级到了64G 其实老说这个地方我也在纠结 就是说我觉得16G的内存的M1芯片 已经能处理我需要的任何东西了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卡顿的现象 偶尔会有一些些那种就是 稍微顿个一秒之后开始流畅播放的8K视频 但对我来说完全已经够用了 那我不觉得这个电脑会需要用到64G内存 但就像我说的,我需要它Future Proof 好吧,就是因为内存这个东西你后面没有办法加 那我觉得反正都已经花这么多钱了 然后再加3000块钱人民币 也不能说值吧 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 好吧,那我现在暂时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中文的这个网站 但其实我是从澳洲的网站订了 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 比如说预算比较紧张的话 我个人觉得,我个人啊,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 对话什么的,没有任何的瓶颈 那对于我来说 2TB的T7的SSD的价格远比这个上面选一个要便宜 而且最关键是我在家里剪辑跟我带出去剪辑 我需要一个SSD 就是我可以家里的拔出来以后 直接插在笔记本上带到外面去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坐在车里好吧 极其局促,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呢 带着我的笔记本把它剪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固态银盘我都是不升级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超贵 我觉得如果你硬要升级的话 可以考虑升级到2TB吧 4TB,8TB 尤其8TB这个价格实在太夸张了 好,那其他东西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 好吧 所以最后的价格是将近3万块钱人民币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便宜 好吧 这个仅仅是我个人的需求 说实话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overkill 但是我想要了解一下最新的芯片 所以我选择了M1 Max的芯片 那如果你要是基础的使用 就像我说的 好吧 强烈建议你购买非常非常便宜的M1的芯片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那些配置 然后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那我们在说其他的这个配置之前 我觉得我想先说一下关于13寸的这个MacBook Pro 也就是你看到我现在在使用的这个MacBook Pro 我个人已经不建议大家购买这个MacBook Pro 因为老说他相比起来一点都不Pro 好吧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Pro有点名不服侍 那为什么不推荐 我刚才在说推荐大家购买M1芯片的电脑就够用了 我个人建议大家考虑购买Air就可以了 因为价格更便宜 性能就算有差别是1%2%的差别 大部分人我相信如果你只是日常的工作 日常浏览日常的文案什么的 没有任何的差别 更轻更便宜 如果你的需求想要考虑购买13寸的MacBook Pro的话 你应该直接购买14寸的这个低配的这个电脑 那价格虽然会再贵一点点 但是会有很多的接口好吧 就就使用上面你带到外面去使用的时候 你发现有个SD卡插槽 或者你在家里你要转接其他的显示器啊什么的 有一个HDMI接口 或者是比如说有更多的这个Type-C的雷电接口 那之后如果你比如说有更强悍的电脑 显示器需要外接 它可以接两个两个XDR的显示器 我不知道谁买这个价位的电脑会接两个XDR显示器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更新的更好的 然后更多接口更实用的性能更强的电脑 就如果你考虑13寸的MacBook Pro 我建议你直接就考虑新款的低配的这个14寸的MacBook Pro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之后这个13寸的MacBook Pro也好 14寸的低配的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会比较常打折的型号 我不知道国内的电脑会不会打折 但是在国外的话低配的MacBook Pro还是经常会出现 时不是打折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打折的时候考虑 就是买一下这个低配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14寸的这个高配的 在我看来就是如果你是职业摄影师 或者职业视频剪辑或者是视频拍摄的人 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从这个第二个型号的14寸或者16寸开始选举 就是这个18,999的10核CPU 16核的GPU这个开始选举 因为基本上来说 这个已经算是非常强悍 在接下来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 你都可以一直在使用的这么一个型号了 如果你是工作使用的话 如果你需要速度超快超强悍的电脑的话 我个人强烈建议你从这个18,999就开始 10核开始选举 14寸跟16寸都是这么一模一样的 又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型号 那对于16寸来说 它是大了两寸 好吧大两寸听上去蛮惊人的 好吧 那它的固态硬盘小了512 我觉得512老师有点勉强了 即使你跟我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SSD里面进行剪辑的话 难免有时候你要存一些东西 所以我个人会考虑说如果你需要职业使用这些东西的话 1TB的固态硬盘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选16寸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也从第二个开始选 当然第一个也可以了 价格就跟14寸的1TB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18,999 至于到底是14寸还是16寸 就是我本人最纠结的 也就是我前面说的 我觉得如果你经常要带出去 以我之前的MacBook Pro的感受来说 从15寸变成13寸以后 我真的感觉带出去的时候压力小太多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摄影师 在户外有一些使用电脑的需求的话 会对你的这个这个就是身体的这种 就是负荷会小非常非常多 你不要看他只轻了这种一斤两斤 或者一斤一斤半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真的带在外面差别蛮大的 好吧 当然就是使用起来这个两寸的差别 其实差别也蛮大的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看重带出去 然后便携这件事情 同时你对性能又有着极高的追求的话 那当然就是14寸的顶配了 那他可以选择这个东西跟16寸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选完了价格 其实也是差别不大 差了1500块人民币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14寸的电脑能做到这样的性能 对于一些户外有要求的人来说好吧 真的真的非常吸引人 但是就像我说的 它的续航可能会比16寸稍微差一点 那至于散热是什么情况呢 要等到它真正上市以后 我们才能知道了 好吧 这个就是我选购下来的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再一次 就是日常的使用的话 你完全不需要上到这么新 这么贵 这么强悍的电脑 好吧 就是ME芯片的笔记本 我觉得日常使用已经完全完全完全足够了 那MacBook Pro 13寸的我已经觉得不太推荐了 大家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在家里使用的话 显然台式机是一个更方便 更友好 更一体化的东西 比你外接一个键盘 外接一个鼠标 外接一个显示器呢 看出家里会干净很多 而且就是这个23寸的屏幕 我觉得实际用下来 其实也没有感觉那么小 那话虽然如此啊 就是之后出了27寸或者32寸的iMac 你一定会看到我更换我的电脑 所以对于我来说笔记本 只是就是笔记本 对于我来说 我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这个还是台式机 所以好吧 那我现在预定这个16寸顶配 我大概差不多要两个多月才能拿到 但是我也没有很着急 因为ME芯片的笔记本 或者是电脑台式机iMac 已经完全够用了 好吧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你的选购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对这次发布会 发布的其他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呢 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 另外一个频道叫顾骏开箱 好吧 本来这个视频也打算发在顾骏开箱那个频道的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虑 毕竟好吧 我们的预算都不是很充足 都想选一个性价比最高 又能陪伴我们好多年的电脑 所以就是发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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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